你的知识在标准范围之内吗? 很多人会告诉你,打球怎么舒服怎么打 但是,顶级高手一直在稳固良好的击球知识 如果你将在准度和稳定性上有所突破 那跟着我学习以下五要素吧 第一,握杆位置 在击打球时,握杆位置尤为重要 握杆太靠前会导致出杆延伸不够,发力不透 握杆太靠后会导致球杆力量拉不满 失去方向感,击打点不准确 正确的握杆位置应该是杆头与白球零距离接近时 小臂的位置是与地面垂直的 这就是最佳的握杆位置 第二,脚的位置 一般右脚的脚心是在进球线上的 右脚的位置应该是在握杆位置的正下方 左脚比右脚向前半只脚 也可以根据自己的身高体型做适当的调整 第三,腿的状态 右腿应该是直立,略微紧绷一些 左腿弯曲,这样的身体重心才会是平衡状态 很多初学者不注意左腿的状态 也会导致重心偏左或者偏右 从而影响出肛方向 第四,肩膀的状态 抬球的击球姿势和拳击的击打姿势非常相像 都是在俯身前有略微的侧身 身体才能有更好的发力空间和方向感 第五,头的位置 无论你是左眼主视还是右眼主视 头的位置一直在球肝的正上方 很多初学者不注意头的位置 会导致你苗的位置与出肛方向不一致 下课